一号戒备信号生效 至少维持到下午6点 天文台说会视乎强烈热带风暴谭美 与本港的距离 与本地风力变化 评估是否需要改发更高讯号 本港10月底仍然有风打 受强烈热带风暴谭美影响 天文台凌晨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上午维港一带上算风平浪静 间中吹起震风 天气少凉 各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 大巫山更加只有13.6度 天文台说 谭美目前稳定地向偏西方向移动 日间大部分时间 与本港保持600公里以上距离 谭美会逐渐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 随后移动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 有机会在下周初 在海南岛以南海域徘徊 甚至转向偏东的方向 再次横过南海中北部 但是预料谭美戒时是会有所减弱的 并且是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 天文台会密切监测谭美的动向 评估是否需要继续维持热带气旋 警告信号 天文台提醒 在东北季后风和谭美共同影响之下 华南沿岸随后几日风势都挺大 有几阵骤雨 海又涌浪 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黎在山报导 永远离岸随后 我们下期完整的